注意看男孩天生没有脸 害怕的点亮小红心 但是慌张的男孩丝毫不慌 因为他有各式各样的脸 全都乱糟糟的刮在墙上 随后他抓了一个笑脸 哭吃一下带在他脸上 洗漱完毕后 男孩来到超市 花花毛钱买了一瓶矿泉水 然而老板却露出可怕的表情 恶狠狠瞪着他 男孩害怕坏了 赶紧转身离开 让他没想到的是 鬼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 陌生人都偷来异样的目光 看着微笑的男孩 好像看着怪物一样 甚至故意撞向男孩 脸上谢谢都不说 男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脸上的微笑也渐渐消失 一年后来到公司 老板看他满脸笑容 恶意扣出他全亲讲 直到男孩收起笑容 这才满意的离开 就在这时 同事的铅笔没水了 他咔嚓直接砸向男孩 男孩被吓得瞬间蒙圈 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同事 看到同事一副很凶的样子 只好只想喝杯水压压惊 没想到又被排挤 甚至是一把推开 男孩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处处忍让 却换来别人的针锋相对 想到自己的处境 才好彻底怒了 下班的路上 男孩也故意的创向路人 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回到家他彻底变成苦瓜脸 不管看到什么 他都开心不起来 男孩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冷漠 最后无奈的摘掉苦瓜脸 挂在了男墙上 此时整面墙全都是苦瓜脸 只有一张笑脸孤零零的藏在角落里 看完这个短片 你觉得男孩会继续选择笑脸 还是选择苦瓜脸上班呢 要是你会怎么选 主持人变成卡志兰大眼睛 男人换个频道 诡异的是 总统也是卡志兰大眼睛 男人一脸蒙全换个电影吧 妈妈咪亚 那一号也是一模一样的眼睛 让他想不到的是 电视里的考拉 眼睛也变大了不少 就在直播中的赛车比赛 也是清一色的大眼睛 原来遥远的几分钟前 化妆师给主持人补妆 只好看得太无聊 打开特效功能 就在上面玩了起来 看到主持人大眼蒙蒙的样子 陈好笑出了主角 这时主任跑了进来 告诉他距离直播仅剩5秒 赶快准备好 不出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他按下删除键 可特效还在 陈好以为没按住 随后他反复尝试 5秒后 新闻直播开始 可大眼特效依然存在 这把电视机前的男人干懵了 此时主任冲进办公室 刚想质问陈好 他竟然长出了卡之兰大眼睛 我的天哪 这也太吓人了 接着下一秒 整个国家的人都变成了怪物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电视中的特效 会跑到现实世界呢 这个世界太奇怪了 加飞猫竟然在爹心甘利溜达 而大巴车上 公交司机变得面目全非 男乘客失去了脑袋 胳膊逐渐展露 奇葩的是 车上白白晶晶的小伙 手里的物品不断变换 那你知道他到底拿的什么吗 转头一看 车厢竟被拉伸了几百米长 更奇葩的是 私家车在天上飞 高楼瞬间靶地而起 没人要的房子 长出绿植 可定睛一看 竟然又消失了 安娜骑着二八大杠上班 竟然做到了人车分离 这种车技简直太牛 仅用了3.14秒 他就换好装来到公司楼下 里面更是奇怪 同事在空气中行走 还跟他打招呼 女人却静止走进墙里 搜了一下 迅速往上升 而安娜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这是在电梯里 走进办公区 双腿凭空消失 下一秒却又出现了 前面都是糖果 女人只能绕道而行 让人想不到的事 搜了一下 安娜竟然掉了下去 妈妈咪雅 大楼瞬间瓦解 女人和碎片悬浮在了空中 原来网络出现卡顿 狗子的玩具飘了起来 跟闺蜜们视频 画面严陈的厉害 修建门前的小树 邻居还以为他脑子进水了 特别请来了妇科大夫 那么你说能治好吗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有没有遇到网卡的时候呢 大鲨鱼捏了水 竟然在天上飞 而机上万名乘客毫不知情 40岁的男孩第一次坐飞机 紧张地向外看去 我的妈呀 鲨鱼在天上游泳 男孩当时就懵懂了 戳戳眼睛又瞟了一眼 妈妈咪雅 把陈豪吓得一机灵 他赶紧大喊 窗户外有鲨鱼 可乘客都觉得 男孩脑子瓦特了 空姐立马让大家坐好 没人相信沉好的鬼话 接着鲨鱼越来越多 瞬间包围了小飞机 即是100度的鲨鱼 哭吃腿尖的眼睛里 鸡翅瞬间倾斜 情况紧急 机长准备破脚 可是鲨鱼不断地创下飞机 小飞机被扯个窟窿 坐在窗边的乘客 搜了一下 被带去了外太空 吓得乘客大喊淡淡 负责任的空姐 还在安抚着乘客 可一抬头 可爱的鲨鱼游了过来 结果空姐足 副驾刚转起身 静止飞来的鲨鱼 咔嚓一口就把女人咬住 机长健壮 急忙上前营救 幸运的是 两人手拉手开心地领了合法 这下BBQ了 会开飞机的司机都没了 就在这时 陈豪勇敢地站了出来 他匆忙来到驾驶舱 握紧方向盘 驱逐连接地面塔台 在专业人员的指挥下 男人驾驶飞机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控制飞机高度 成功地鸡屁股着地 挽救了所有乘客 只好一下子火了 记者们争先口哄的采访 当说飞鱼被鲨鱼袭击时 记者们都以为他脑子进水了 晚上来到医院看望女友 旁光一嫂看到电视报道 一场鲨鱼风暴正向城市袭来 而可爱的市民 还在海边喝着风 并不知道 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鲨鱼风暴席卷而来 眼瞅着上万只鲨鱼 快速地慢慢袭来 人们顿时乱成八宝舟 吓得丢下腿就跑 此时观众袭上 仅剩下个小女孩 好心的中年男孩 让他赶紧离开 这是一只大鲨鱼 向他飞来 男孩捡起地上的球棍 哭吃一下 就把鲨鱼干飞两里来地 乘好带着受惊的市民 快速躲进地铁里 本以为这里很安全 可下一秒 妈妈咪呀 甜甜的海水喷咬而至 还好男人及时发现了危险 赶紧让大家离开 去另一节车厢 一个好奇的伯伯勒 刚靠近窗户 结果哭吃一下 列车被鲨鱼死开 差点就成了河饭 幸亏胖哥及时救下了他 这时地铁里 全都是鲨鱼 一只鲨鱼盯上了陈浩 还好他有主角光环 捡起木棍 插进鲨鱼的身体里 带着人群逃出了地铁 另一边 几个年轻女孩 躲在了轮船上 结果被鲨鱼一个飞跃 扑倒在船上 危急时刻 女孩拿出T恤刀 对着鲨鱼疯狂输出 黑压压的沙卷风 逐渐向城市逼近 甚至有人高举拍拍 大喊世界末日到了 大家都要完蛋了 光头看他有点得瑟 直接把他干倒在地 就当男人骂骂咧咧时 一只大鲨鱼游了过来 光头也运气爆表 在捡地上的箱子 被飞来的雕像砸成了大将 可怕的是 那个雕像并不想放过几人 以800米每秒的时速滚来 女孩麻溜的爬上卡车 创到了颠纤杆 才幸运的躲过一劫 没一会儿功夫 海水已经淹没街道 沉好几人就被海水包围 四周都是鲨鱼 男人临近一动 利用绳子把同伴转移到安全位置 可大爷年龄太小 一不留神 叼了下去 绳子也领着河饭 眼看车子就要被淹没 沉好唰的一下 踩着鱼翅跑了过去 随后他们来到8000米的楼顶 决定阻止这场灾难 没长翅膀的鲨鱼飞了过来 男人地上大宝剑 黑面露出鄙夷的表情 对着鲨鱼就是一剑 紧接着 两人朝着鲨鱼发射炸弹 虽然烧熟了好多鲨鱼 但是下面的人群纷纷中招 都被砸成了草莓酱 沉好只能回到地面 再想其他办法 这时 一只鲨鱼冲了出来 飞向了沉好 沉好拿起纯钢的铁锯 咔嚓就把鲨鱼一分为二 这彻底点燃人们的斗志 随后 两人来到另一栋大楼 决定炸掉大楼的冷却剂 来阻止这场风暴 突然 一条大白沙飞的过来 可电锯居然坏掉了 幸好这时 安娜及时赶到 我的妈呀 她居然把左手改成了武器 而黑妹 正在连接高压电线 把电线绑在一起 可男人轻轻美用力的一拽 绑好的地方就断开了 没有办法 黑妹只能牺牲自己 引爆了冷却剂 风暴成功被阻止 大鲨鱼 唰唰唰唰的往下掉 人们尖撞 全都拿起武器 跟鲨鱼干了起来 全在半空中的陈豪 也没有闲着 就这样 消灭了所有的鲨鱼 而男主 也在导演的安排下 其在鲨鱼身上活了下来 看完后 你知道国外的鲨鱼 除了能在天上飞 在沙子里游 还能干嘛呢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男人脸上长出红色痔疮 胳膊和肚子也肿了起来 砰的一下爆炸 妈妈咪呀 这是什么玩乐 吓得人群撒下腿就跑 怪物却一蹦三跳的 狂奔在空旷的街道上 来到商铺前 张开凉蜜肠的小嘴 哭吃糟了起来 别人是吃饭 怪物是连桶都吃得嘎嘎香 胃口那是相当的好 桌椅板凳全都吃光光 竟然还没够塞牙缝 就在这时 两个男人举起了一次对准他 怪物瞬间暴怒 张开全是牙齿的嘴 把食物吐俩人一声 这下谁也不敢动了 怪物嘿嘿乐了 以800米每秒的速度 搜了一下 咬住一辆汽车 直接吞进了肚子里 这也太可怕了 这时驶来一辆摩托车 看着张牙舞爪的怪物 哭吃一下 把棉签放入怪物嘴里 怪物的嘴巴瞬间被固定 咱也不能吃任何东西了 可怪物还吵着饿 没办法 只好拿出两块巧克力 扔进了怪物嘴里 仅过3.14秒 怪物就感觉双腿发软 咣当一下倒在地上 瞬间晕了过去 随后把它困在笼子里 经过审问得知 这竟然是一只外星人 这么爱吃的外星人 那么你知道 它是从哪个星球来的呢 知道的请在评论区告诉我